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手撕包菜到底是焯水还是鲜过油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详细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有机包菜 用刀给它拍一下 这样松散而且更加容易入味 拍好后,对半给它切开 将中间的硬心用刀给它切掉不要 再把叶子一片一片的给它掰下来 然后用手给它撕成小块 手撕包菜用手掰比刀切的更好吃 直接将它放入清水中 加入食盐 用手搅拌几下 然后浸泡五分钟 接下来准备几个蒜子拍散 这样更容易出味 一小块生姜 给它切成薄片 几根小葱只取葱白 切成小段 两根青椒 给它切成细圈 切好给它放入碗中备用 两根红椒也切成细圈 切好和青椒放一起 再准备一块钱的五花肉 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这时候我们的包菜也浸泡好了 给它清洗干净 捞出来控干水分 简单的食材备起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将锅烧热 加上少许的食用油 给它润一下锅 把锅的四周给它吃上油 这样在炒菜的时候就不易粘锅 把油烧至微微冒烟 然后倒出 锅中另外加少许凉油 油热下入包菜 翻炒均匀 用勺子轻轻的给它按压 使包菜受热更加均匀 这里我们一定要开大火 给它翻炒 炒至包菜又气成熟 然后出锅备用 锅中加少许油 下午花肉片 将肉片给它炒香 炒出牛油 像视频中这样 吃起来会更香 加点老抽 给它炒至上色 然后倒入切好的配料 不停地给它煸炒出香味 炒香后下入包菜 大火再给它翻炒几下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下一小勺食盐 鸡精 少一点的白糖提鲜 少量的生抽 蚝油 然后开大火 给它速炒30秒 炒出香味 再沿着锅边淋点香醋 去腥增香 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美味的手撕包菜 就做好了 包菜吃起来脆润 鲜香入味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 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喜欢阿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家常美食 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喜欢 再分享 找阿剑 天天相见 我训练 告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